欢迎来到爱上听书 这个版本的三国演义 是由曹灿先生演说的 非常生动 好听以理解 祝大家听书愉快 接到了曲啊 后来他投奔了袁术 有一天呢 孙策参加袁术举行的宴会 袁术喝了几杯酒以后 醉醺醺的对孙策显得有些傲慢 孙策本来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现在心里更加难受 他回到自己的营帐 越想越伤心 不禁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一个叫朱智的人走了进来 朱智以前是孙奸的部下 现在接着辅佐孙策 朱智问了问情况就说 将军 我有个主意 听说你的舅舅武警受人欺负 你呀 就跟袁术借一只人马 明着说 是去江东救舅舅 暗地里养精蓄锐 好为以后开创自己的大业做准备 孙策擦了擦眼泪 立刻听从了朱智的办法 用父亲孙间留下的那块玉玺当抵押 向袁术借了三千精兵和五百匹战马 带着朱智 带着朱智 城普 黄盖 曾经结拜过兄弟 孙策一看是周瑜非常高兴 就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 周瑜立刻表示愿意帮助他 还向他推荐了张昭和张红两位江东名士 孙策更加高兴 马上就和他们商量 怎么去攻打取阿 取阿是在建业 也就是今天南京的东边 长江南岸上的一座小城 驻守取阿的叫刘瑶 他原来是扬州刺史 后来被袁术赶到了江东 刘瑶听说孙策的人马快到了 急忙召集将领们商量对策 一个叫张英的大将说 我愿意带一只人马去驻守牛主 只要保住牛主 他就别想到达取阿 话一没落 只听有人说 我愿意当先锋 一看呢 原来是太史词 太史词帮助刘备解救了北海城以后 就投奔了刘瑶 刘瑶看了看太史词 你的年纪还轻 当不了大将 太史词听了 心里非常不舒服 只好退到一边去了 张英率领人马赶到牛主 就跟孙策展开了一场大战 黄盖和张英打了没几个回合 忽然听见一阵叫喊 不好 营寨起火了 张英回头一看 果然自己的营寨里冒起了冲天大火 原来 杨子江这里 有两个江阳大道 一个叫蒋钦 一个叫周太 他们早就听说 孙策在招纳英雄豪杰 就悄悄的带领三百多人 趁着张英和孙策交战的时候 一把大火烧了张英的营寨 张英一看 营寨被烧毁了 哪有心思再跟黄盖打下去 急忙撤退了 就这样 孙策占领了牛主 还得到了不少的粮食和兵器 又收了四千多个士兵 接着 他率领人马 朝着一个叫神庭的地方进军 刘瑶听到了这个消息 赶紧亲自率领人马 驻扎到了神庭岭南 孙策的人马 驻扎在了神庭岭北 这一天 孙策骑着战马 带着城谱一些大将 到岭上去查看刘瑶的营寨 刘瑶的探子 急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太史词一听 联盟说 我们应该马上去活捉了孙策 可刘瑶却说 不行 这一定是孙策的诱敌之计 我们不能去 免得上当 太史词大叫一声 这是活捉孙策的大好时机 还等什么 说着他跨上战马 拿着长枪 就冲出了营门 孙策在岭上看了刘瑶的营寨以后 走下了山岭 忽然有人大喊一声 孙策 别走 原来是太史词赶来了 孙策让将领们一字排开 他举着手里面的长枪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太史词 前来捉拿你 我就是孙策 你要捉拿我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说着 两个人就在山下大战起来 他们打了五十个回合以后 也没能分出胜负 太史词掉转码头 假装着想要逃走 孙策一看立刻就追 追到平地的时候 太史词回过身来 接着大战孙策 两个人又打了五十个回合 还是分不出胜败 孙策一枪刺杀过去 太史词身形一闪 用胳膊夹夹住了他的长枪 然后举枪就刺孙策 孙策也躲了过去 同时也夹住了太史词的长枪 两个人使劲一拖 一下子全都掉下了马背 后来两个人索性扔了兵器 空着手打了起来 打着打着 孙策一把抽出太史词 背后插着的短脊 太史词也顺手抓下了孙策的头盔 孙策用短脊刺 太史词就用头盔来挡 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 降狱良才呀 打的是难解难分 分不出输赢 正在这个时候 传来一阵喊声 原来是刘瑶带着一千多人马 来接应太史词 接着又传来一阵呐喊 原来是成普带着将领们 也来帮助孙策 孙策和太史词 这才松开手 各自跳上战马 接着双方一场混战 一直打到黄昏才收兵回营 第二天 孙策和刘瑶又摆下阵势 孙策把太史词的短脊挑在枪头上 让士兵大喊 太史词要不是逃得快 早就被刺死了 太史词也把孙策的头盔挑在枪头上 让士兵们大喊 孙策的脑袋在这儿呢 双方大骂了一会儿就大战起来 打着打着呀 忽然有人向刘瑶报告 周瑜带着人马攻占了取阿 刘瑶听了 犀利不由的一阵发慌 不敢再打下去了 赶紧撤兵 当天晚上 孙策兵分五路 截杀刘瑶的营寨 只杀的刘瑶军队 是死伤一片七零八落 太史词再有本事也没有办法 最好只好带着十几个骑兵 投奔京县去了 孙策接着往前进军 来到了一个叫莫林的地方 守卫莫林的大将叫薛礼 薛礼不敢出战 只是命令士兵们死守城池 孙策只好命令将士们硬攻 战斗激烈的进行着 忽然孙策得到探子的报告 刘瑶攻打牛主去了 孙策一听 急忙让将士们撤出战斗 朝着牛主扑去了 孙策赶到牛主 刘瑶联盟排好阵势 进行迎战 他手下的一个叫鱼弥的大将 首先一拍战马 跟孙策搭战起来 没想到鱼弥和孙策 打了不到三个回合 就被孙策一把活捉了过去 孙策调转马头 想先把鱼弥交给手下的士兵 刘瑶手下的另一个叫 凡能的人 这个大将 一看到这种情况 没等到刘瑶下令 就举着长枪追了上来 孙策手下的士兵们 急忙喊着 背后有人暗算 孙策听了 猛的一回头 大喊一声 哇 嘿 这一声喊啊 如同晴空响起了一个霹雳 凡能被吓得吃力惊 咣当一下 从马上掉了下来 摔死了 等孙策回到自己的阵前 把鱼弥往地下一扔 士兵们想把他捆起来 可再一看 鱼弥早就被孙策 活活的给夹死了 就这样 孙策转眼之间 加死了刘瑶的一员大将 又吓死了刘瑶的一员大将 从那以后啊 人们就管孙策 叫做了小霸王 刘瑶手下的将士 一看孙策这么英勇 哪再敢交战呢 大部分人都投降了孙策 刘瑶拼命厮杀 才逃脱了性命 只好去投奔刘婊了 孙策趁着打铁 又攻破了莫灵 接着就赶往京县去捉拿太史词 再说太史词跑到京县以后 刚刚招募了两千多人马 孙策带着人马就赶到了 太史词招募的那些人马 还没有来得及训练呢 根本就不会作战 结果被孙策打得大败 最后太史词也被孙策活捉了 孙策非常喜欢太史词 亲自给他解开绳索 把自己的锦袍给他披上 请到了营寨里 太史词一看 孙策对待自己是那么样的诚心 就归顺了孙策 从那以后啊 孙策的名声是越来越大 力量也越来越雄厚 又攻占了吴郡 嘉兴 乌城 一些地方 这样 孙策就占领了整个的江东地区 孙策占领了整个江东以后 一边给朝廷写了一道奏折 一边结交曹操 同时派人去跟袁树 要回那块玉席 袁树早就想当皇帝 怎么舍得把玉席还给孙策 孙策呢 气得他立刻就要出兵讨伐孙策 手下的那些谋士和将领劝他 现在孙策是兵精粮足 又有长江作为屏障 万万不能轻举妄动 如今啊 应该先打刘备 后打孙策 为了防备吕布帮助刘备 可以多用一些钱和粮 收买吕布 于是啊 袁树立刻派人给吕布送去了一封书信和钱粮 同时让大将纪灵带领人马进攻 驻扎在小配的刘备 吕布得到袁树的那么多东西非常高兴 没过几天 吕布又收到刘备向他求援的书信 心想刘备的势力太弱 现在还成不了我的祸害 可袁树要是消灭了刘备 再联合别人对付我 我可就危险了 于是他决定援助刘备 这个时候纪灵率领十万人马已经到了小配 在他的东南方向安下了迎战 那帐篷一座连着一座显得非常壮观 可刘备这会儿只有五千多人马 只好硬着头皮在城外安下迎战 刘备正在发愁 怎么抵抗纪灵的进攻呢 忽然听说吕布在城西南方向也安下了迎战 他的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点 可纪灵却顿时生了气 立刻派人去质问吕布 为什么不守信用前来帮助刘备 其实啊 吕布也不是真心想帮助刘备 只是想了一个两家都不得罪的主意 这一天呢 他派人把刘备和纪灵全都请到自己的迎战来赴宴 吕布见到刘备以后说 今天我可是专门为了解救你才这么做的呀 你以后传了大事 千万可别忘了我呀 刘备听了 一个劲的点头 忘不了忘不了 过了一会儿 纪灵也到了 吕布请双方在大帐里坐下了 刘备和纪灵互相一看 谁也不知道吕布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只听吕布慢条思理的说 你们都听着 啊 我把你们请到我的大帐 一块儿一块儿来喝酒 是让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 各自收兵 刘备听了 什么话也不说 纪灵却一个劲里摇头 啊 不行不行 我是奉命来捉拿刘备的 现在还没有交战就让我收兵 那我回去怎么向我家主公交代呀 吕布站起身来 纪将军 你别着急嘛 我有一个办法 把我的方天画戟插在园门外边 我站在离画戟一百五十不远的地方射出一箭 如果是射中了画戟上的小只 你们两家就必须收兵 如果射不中 你们两家在准备拼杀 谁要是不听从我的办法 那我就和另一家一起攻打谁 纪灵听了心想 这画戟在一百五十不远的地方 他吕布怎么能射得中呢 对 我先答应他 想到这儿 纪灵满口答应了 刘备一听 心里不住的祈祷 希望吕布一箭就射中画戟上的小只 吕布让刘备和纪灵又喝了一杯酒 然后 吕布让人把自己的方天画戟插到了园门外边 量出了一百五十不远 就挽起刨袖 搭上剑 慢慢的拉开弓 大叫一声 招 只听嗖的一声 一箭 正好射中了方天画戟的小针 周围的将士们不由的一阵叫 好啊 吕布放下弓 哈哈一阵大笑 一手拉着纪灵 一手拉着刘备 好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家一块撤兵 拿酒来 祝贺祝贺 刘备的心里暗暗庆幸 纪灵想了半天对吕布说 吕将军的话我不敢不听 可是我回去怎么向我家主公交代呢 吕布说 这好吧 我给你家主公写一封书信就行了 这样三家人马就各自都撤退了 再说纪灵回到淮南面见袁树 把袁门设计的事说了一遍 气得袁树勃然大怒 就要亲自去攻打刘备和吕布 纪灵连忙劝住他 主公 吕布勇猛过人 刘备要是再和他联合起来 更加不好对付 您看这样行不行 吕布的妻子颜氏 生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您呢 有个好儿子 全都到了婚嫁的年龄 要是派人说媒 让吕布把女儿嫁给您的儿子 两家就成了亲家 那样吕布肯定不会帮助刘备 说不定的还会杀了刘备呢 袁树点头同意了 就派韩印带着礼物到徐州去向吕布求亲 吕布听了这件事跟妻子严氏商量 严氏心里想 袁树兵多将广 实力雄厚 当皇帝是早晚的事 袁树要是当了皇帝 他的儿子就可以当太子 自己的女儿不就是皇后了吗 于是啊 立刻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这门亲事 吕布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谋事成功却非常清楚 他对吕布说 如今诸侯们互相争霸 您和袁树结成亲家 诸侯们肯定有人嫉妒 所以这门亲事不能拖 应该赶紧办 不如趁着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 赶紧把您的女儿送到寿春 袁树那里去完婚 吕布一听 赶紧准备嫁妆 派大将宋县和魏絮 跟着韩影一块 送女儿赶往寿春 这个时候 陈登的父亲陈归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想 如果这个事成了 那刘备可就危险了 他急忙来面见吕布 吕布跟陈归平常没有什么来往 感到挺纳闷 您老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将军的死期快到了 特意前来吊丧的 您老怎么能这样说话呀 将军您别生气 听我慢慢的说 袁树 前些日子用金钱收买你 想让你替他杀了刘备 你用原门设计的办法敷衍了过去 现在他又来向你求亲 是要把你的女儿当作人质 他袁树好放心的去攻打刘备 夺取小佩 你想想 小佩要是被袁树占领了 那徐州能保得住吗 就算暂时不打徐州 他今天向你借粮 明天向你借兵 你怎么办 再说了 袁树早就想当皇帝 他这就是造反呢 他要是造反 你不就是反贼的亲属 到时候你能拖得了干系吗 陈规的这一番话呀 说得吕布直冒冷汗 立刻让张辽赶紧把女儿追回来 就说嫁妆暂时还没有置办好 等一段时间再说 这件事没完 紧接着又出了一件事 过了一些日子 吕布让宋献和魏旭 到山东买了三百匹马 被冒充强盗的张飞给抢走了一半 吕布一听啊 气得大喊一声 好你个张飞 总是跟我作对 今天我飞得杀了你不可 吕布夸上赤兔马 拿着方天话己 怒气冲冲的赶到小沛 张飞理直气壮的说 没错 那些马是我抢的 我抢走你几匹马 你就弃成这样 可你夺走了我哥哥的徐周成 怎么不说呀 这两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吵着吵着 就动手打了起来 两个人大战了一百多个回合 也没能分胜负 刘备一看 急忙让张飞助手 让他把那些马还给吕布 张飞很不情愿 但还是听从了刘备的话 答应把马还给吕布 吕布看到刘备服软了 就想收兵回徐州 可是成功在旁边却说 将军 你不借着这个机会杀了刘备 将来肯定会遭他的毒手啊 吕布听了 他心里想 这一次明明是刘备没理 我要是借机会杀了他 谁也不会说我的不是 对 就这么办 于是吕布下令 团团围住了小沛 加紧攻城 刘备万万没有想到 吕布竟然这样的无情无义 知道自己根本守不住小沛 赶紧召集大家商量 孙前说 曹操 罪恨吕布 我们不如到许都去投奔曹操 借助他的力量来对付吕布 刘备想了又想 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让张飞在前边 关羽在后边 他自己在中间保护着家桥 突出重围 直奔许都去了 刘备到了许都 曹操有心支持他 可有的人同意 有的人反对 主张杀了刘备 谋士郭家却说 主公 刘备不能杀呀 您现在普召天下 贤能之人 像刘备这样的人 前来投奔您 您要是杀了他 往后谁还敢来呀 再说了 杀了刘备 就等于帮助了吕布啊 吕布越想杀了他 您越是重用他 这样他才肯为您效力呀 曹操采纳了国家的建议 就上奏汉县地 推荐刘备当了御州墓 又送给他三千人马和很多粮食 后来曹操亲自率领十七万大军 联合孙策刘备吕布 攻打寿春的袁术 袁术被他们打得大败 逃过了淮河 这样曹操攻破了寿春 他在回许都之前 让刘备仍然驻扎在小佩 让吕布驻扎在了徐州 刘备在小佩整顿人马 操练士兵 慢慢地等待着时机 白门楼吕布遭劫难 刘备回到小佩以后 整顿人马慢慢地等待时机 可是不久 吕布派手下的大将 又夺回了小佩 吕布虽然得了小佩 却被曹操夺去了徐州 他只好和成功逃到夏批 曹操又马不停蹄地 去攻打夏批 曹操在夏批城外安好迎战 就率领人马来到城下 他对吕布说 吕将军 我听说你跟袁树想结为亲家 才领兵赶到的 你为什么要依附袁树这个反贼呢 我劝你早点投降 共赴汉朝 到时候也能封个侯卫呀 吕布一听心里顿时有点犹豫了 丞相 请暂且回去 让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吧 陈公一看 气得一边大骂曹操是奸贼 一边朝着曹操射了一箭 正射在曹操的伞盖上 这下可把曹操气坏了 陈公 我一定要杀了你 接着 他立刻下令准备攻城 陈公看到这种情况 对吕布说 曹操远道而来 不可能持久作战 将军可以带一些人马 驻扎在城外 我带一些人马 守住下批 如果曹操进攻你 我就攻打他的后背 如果他来攻城 你就可以打他的后背 这样 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曹操的粮食吃光了 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 消灭他 吕布觉得这个办法很好 可是他的妻子 严氏哭着喊着 不让他出城 貂蝉也不愿意让吕布离开 吕布只好决定 哪儿也不去了 整天陪着严氏和貂蝉喝酒 陈公看到这种情况 仰天长叹一声 哎 我们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吕布一天天混日子 周围的谋士急得团团转 后来谋士许四和王凯 出了个主意 主公 这么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啊 不如写信去求求元素 到时候内外夹击 就可以大败曹操啊 于是吕布就让大将好蒙 保护着许四王凯 杀出夏皮城 向元素求救 可是许四和王凯到了寿春 元素看了吕布的书信 慢条思理的说 吕布是个反复无常 不守性意的人 让他把女儿送来 我才发兵 许四和王凯回到夏皮 把元素的话学说了一遍 吕布只好同意了 可是城外到处都是曹兵 怎么才能把女儿送出去呢 派手下的大将去吧 又担心有什么闪失 最后他决定亲自去送女儿 第二天晚上 吕布把女儿用布袋子绑在自己后背 然后提着方天化解出了城门 张辽和高顺在后边紧紧跟随 没想到他们快走到刘备的营寨前 指的一声鼓响 关羽和张飞挡住了去路 吕布根本没有心思交战 扭头就逃 刘备又帅了一只人马杀了过来 双方立刻展开了一场混战 吕布虽然是一员非常勇猛的大将 可他的后背背着自己的女儿 担心女儿受到什么伤害 最后他只好被迫退回了下批城 从那以后 吕布的心里更加愁闷 每天只是借酒交愁 再说曹操在下批围了两个多月 也没有能攻下来 又担心袁术和刘表乘机来袭击后方 就打算暂时撤军 这个时候 谋士寻忧说 主公 万万不能撤军哪 现在吕布接连吃败仗 大伤元气 我们应该一鼓作气 穷追猛打才对呀 郭家在旁边接着说 主公 我有一个计策 如果把遗水和四水的河堤扒开 下批城立刻能破 您别小看这河水 它胜过千军万马呀 曹操立刻采纳了国家的计策 先把营寨移到了高处 然后让士兵们扒开了遗水和四水的河堤 那滚滚的河水呀 就像奔腾的野马一样奔流出来 一下子的河堤扬的河堤扬 下批城除了东门以外 全都变成一片汪洋 吕布被围在下批城里 整天除了喝酒是什么也不干 身体越来越瘦弱 有一天他一照镜子 才发现自己的脸色不对 这才决定戒酒 还下令从今往后 谁也不许喝酒 谁敢违抗啊 立刻斩首 吕布手下有一个叫侯承的将领 有十五匹豪马 被一个马夫偷走 想献给刘备 侯承发现以后 追回了那些马 杀死了马夫 别的将领都来向他祝贺 他就准备了一些酒 想和大家喝一顿 可是侯承又怕吕布问罪 就先拿了几瓶送给吕布 谁知道 吕布不问青红皂白 立刻下令把侯承推出去斩首 宋献和魏续一些将领 一个劲的求情 吕布这才下令 打了他五十大板 饶了他的性命 将领们看到这种情景 犀利充满了愤怒 这天晚上侯承 宋献和魏续悄悄地聚集在一起 商量来 最后决定去投赵曹操 于是让侯承先偷走吕布的 把当作给曹操的见面礼 同时曹操前来攻城 到时候魏续和宋献在城内应 说干就干 当天晚上侯承 悄悄到吕布的后院 偷出了那匹赤兔马 飞快地来到东门 魏续早就打开了城门 侯承戳了下批城 来到曹营 先献上了赤兔马 然后把宋献和魏续 准备当内应的事 说了一遍 曹操一听当然非常高兴啊 马上让人写了几十张榜文 用剑射到城里 安抚吕布手下的将士和百姓 第二天天刚亮 曹操就下令开始攻城 吕布急忙拿起方天画戟 登上城楼 亲自迎战 这场战斗啊 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 曹操才暂时退了下去 这个时候 吕布累得早就精疲力尽了 就在城楼上 倚着椅子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宋献和魏续一看 机会来了 就先杀散了吕布的卫兵 藏起了他的方天画戟 然后悄悄地走到吕布的身边 猛地用绳子 把吕布捆了个结结实实 吕布这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但是一切都晚了 这个时候曹操的人马 又开始攻城了 宋献和魏续立刻摇着白旗 喊着 我们已经把吕布活捉了 接着 他们把吕布的方天画戟 扔到了城下 打开了城门 曹操的人马呀 就像潮水一样 哇 一下子涌进了夏批城 张辽 高顺和陈公 全都被活捉了 曹操进了夏批城 下令排除城里的积水 张天安民告示 然后和刘备一起 在白门楼上摆下了工堂 关羽 关羽 张飞 一些大将 分别站在两旁 气氛 十分威严 曹操看了一下周围 下令把吕布 陈公 张辽和高顺 压了上来 吕布一看 宋献和魏续也站在旁边 就问 我对你们一向不错 为什么要背叛我 宋献气横横的说 你只听妻妾的话 哪里把我们放在眼里 还说带我们不错 吕布低下脑袋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高顺被压上来以后 曹操问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 高顺却昂着头 就像没听见一样 曹操立刻下令 把他推出斩首 陈公被压上了白门楼 曹操说 陈公 我们分别以后 你还好吧 陈公把头一歪 你心术不正 所以我才不跟从你 你说我心术不正 为什么去为吕布效劳呢 吕布虽说没什么智谋 却不像你那样 鬼诈阴险 你倒是足智多谋 为什么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呢 唉 只恨吕布 不肯听从我的话呀 陈公 你要是死了 老母和妻儿怎么办 老母和妻子的死活 也由你来处置吧 既然我已经被抓住 什么也不挂念了 说着陈公迈着大步 一直朝城楼下走去了 曹操的眼泪 顿时流了下来 一边送他下楼 一边对手下人说 立刻送他的老母和妻子 去许昌养老 谁敢招待不周 定斩不饶 这个时候 吕布悄悄的央求刘备 玄德公 你赶紧为我说句好话吧 刘备只是点了点头 等曹操回到楼上 吕布大声喊着 丞相 现在我已经顺从了 让我给您当大将吧 还怕天下平定不了吗 曹操回头看了看刘备 玄德 你看怎么样 刘备却一字一句的说 丞相 您难道忘了董卓的事情吗 吕布一听气得直蹦高 刘备 你是个最不讲信义的人 难道你忘了原本设计的事情吗 这时候忽然有人大叫一声 吕布 死就死吧 你怕什么 曹操一看 原来是张辽 他把手一挥 让人把吕布活活的勒死了 然后曹操问张辽 你这个人 好面熟啊 张辽气呼呼的说 在浦阳城里我们遇到过 你怎么会忘掉 哦 原来你也记着 哼 只是可惜啊 可惜那天的大火 没烧死你这个国贼 曹操大怒 拔出宝剑就想亲手杀了张辽 张辽毫不畏惧 把脖子一伸 刘备连忙一把拉住曹操 关羽也一下跪在了曹操面前 刘备说 丞相 这样忠心的人 应该留下 关羽也说 我知道文远是个忠义之士 愿以性命保他不死 曹操一看 把手里边的宝剑一扔 哈哈哈哈 我也知道文远的忠义 刚才只是开开玩笑 说着 他亲自为张辽松开绳子 脱下身上的衣服 给他披上 又把他拉到上座坐下 这样 张辽看到曹操这么样的有诚意 就投降了曹操 接下来曹操大白酒宴 犒赏三军 然后就带着刘备 回许昌去了 这一段时间就会放下来 这一段时间就会放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